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开始听电话 黄小姐 早晨 早晨 两位 黄小姐 你好 请问一下一新一三 我未有货 请问有没有上网空间 还有请给我一个节目 好 黄水泥方面一三一三 刚刚刚刚才创了新高 有支大洋桌上来 今天回来一点 去到6.09的水平 不过股价来说一直都强势 去到这些位置才买入的话 会不会都高了一点点 当然 我觉得可以买得过 但不是这些价位 的确同意稍微稍微等一等 因为我们的确近期升得比较急 变成这些位置追下去 就怕了稍微买贵了一点点 所以变成稍微等一等 等下来才买 为什么会买得下或者买得过呢 当然就是基本面来说 我觉得算是挺不错 一来就以之前的业绩来看 增长或者预期来说 都跟大行是差不多的看法 而且按半年的比较 特别是去年下半年来说 对比去年的上半年 其实它的复苏性更加明显 不论销售的均价 即是卖上来的价格来看 按半年的比较 其实升了超过一乘四 即是变上升幅更加显著 而且以今年来说 其实润泥 特别今年来说 在南部的地区 润泥当然这个地区 占比较多一点点 而估计在南部地区 那个申请的产能 其实就不是太多 变相对这一区的上来 价格的支持程度 是比较强的 变相对润泥来说 我相信的确都会有正面的帮助 但是就稍微打打我价 因为如果以这一刻来算 大概就依然6元以上 如果以之前出的业绩 5.1指每个盈利来说 都超过近12倍 变相当然不是太贵 但是稍微在同店来说 都不算特别低 所以我稍微打一等 让我价格位 能够下回5.8指导 5.8指导 如果有机会下回5.8指导 我才买下去 到时中线来说 以至大约6.3楼上 做5表价 而下面的 大概以至5.4指导 做指示位 好 好 还有没有其他东西要问 好 好 电话可能卡住了 麻烦了先 王小姐你的电话残箱 下一位家庭官在旁边 是Kenny 是 是你 早晨 是 我是想问有两个股 的 一只就是165 光大 光大股股 第二只就是3.5 宇信仲裁 是 可不可以买和买入价 好 好 我们不如续讲一下 165的 中国光大控股 亦都有成绩表可以看 股价方面 暂时靠稳 去到10.08的水平 升1.08指 光控方面 上年的纯利 就升了18% 去到13.47亿 息口方面 就是0.2元 2元 怎样看股份方面的前景 可不可以买入呢 以这只股份来说 我觉得前景就普通点 一般般 不是太差 但当然有没有很大量点 连到隔开升水 我觉得又未必太有 而且以这只来计算 虽然就以一些证券业务为主 所以未必是内地最主要的战备 但很多时候大家都知道 看内地的市场 其实都会对它 对股价来说有些影响性 这都要留意 反正你见到近期 其实市场不是太好的时候 其实它也曾经是落过去 只不过在这一层 受到业势之下 再加上就曾经在估计 因为随着之前的中信集团 来香港正在上市之下 大家估计其他这些所谓 譬如光大集团 这些大的内地的企业 会来香港借这个银上市 或者注资上市 令到这一层 一直都炒起过 但其实管理层都否认过 暂时就没有这件事 虽然你记得到价格 去到50天线左右的时候 其实初步有点阻力 如果你说这一层 大概10.2是突破不了 我觉得价格 有个条件落到大概9.6 所以就算 你说说完之后 都想买也好 我觉得扣回9.6 左右才买下去 到时等一等 看看有没有机会 突破10.2 如果突破得到的 可以回到大概10.8 左右 做回目标价 而下面比较关键 就是以9元左右 做回目标价 做回目标价 另外问了预态中彩 对 好像连络 哦 好 如果看见近期股价图 股价比较疲弱 现在有反弹 升回4% 上来去到94指的水平 同样地这股份 都供获了业绩 就是13年的全年度业绩 营业额上升超过一成 去到21.65亿月 顺利方面都可以升 升6% 去到8.69亿月 每股盈利就是10.25 抹期息方面就是1.88 如何看见业绩方面 以及它的前景 前景来说 我觉得都挺好的 但唯一的问题 就是业绩来说 的确之前有点一般 因为你见到这个业绩来计 就纯利8.7亿度 增长的大概6%都不到 对比半年来计 当时赚4.9亿 甚至增长超过1.2亿的时候 的确在下半年 就稍微做得比较异 所以都令到股价 其实之前那一阵 都借着这个因素之下下了 而且今年回来之后 见到2月份 整个国内彩票业的收益来看 增长是放缓了 变相这些股份 都一起借势下来 但的确相同意 去到大概8.5亿度 其实拉回来看 和去年11月12月 这些位置附近岛的时候 开始初步就好像 不太跌得下 甚至乎如果以整个形态来看 之前就跌穿了下降三个形 平头位就大概过1 上面来大概过4 刚刚大概三毫子左右的差距 变相大概8.5亿 我相信都调整差不多 所以见到这几天开始 去到8.5亿度附近岛 也有点支持 说明上我都可以试一试 暂时可以回到大概9毫子左右 或者这些位置附近 去到上一上车 短期来说 以分大概1.05元左右 做回目标价 而下面是比较短线的部署 我觉得大概穿8.5至楼下 或者8.3至楼下 考虑指示离场 好 OK了 Kenny 多谢你 多谢你 多谢你电话支持 下一位家庭观众 胡小姐旁边 早晨 你好 胡小姐 我说中文牙是1.359 我是有副价 我是有副价 我是4.9入价 我总问是什么价 可以买回少少少副价 中国价值 加低少少 好 还有我问价 还是买价 一心好价 麻烦 买另外一只 是哪一只 1313 好 好 看看情况 1359 中国信达 股价来说 暂时跌2.5% 去到2.49的水平 好像碰到10天线 之前来说都强了一点 好没有这些价位 买回一些 做回复货的动作 因为都见到成绩表方面都不错 全年来说赚超过2.3 所以当时股价都有个上升 正是怎样 有多加住钱的话 可不可以换一只价泥 刚刚你也说到的 1313前景也看得不错 可不可以换一只 以信达来算 可不可以再加住的时候 我觉得你价值4.9 虽然是比较高少的价位 但如果要加 其实应该4元以下都要考虑 但如果之前没有去到考虑的时候 这些位置 我反而不是太建议加住 反而我觉得旧的住 有得先拿住 因为如果以暂时来看 虽然近期就处理一些 但如果以即时形态来说 特别是上星期四 即是上星期五有个大阳烛 昨天一个顶位有个阴烛 今天再明显阴烛的时候 形态来说 有机会做回少许整顾 所以变成要这些位价 这些价位再加上去 我觉得其实风险仍然是有 所以稠住先拿住 等个价他能够在4.1楼上 叫做守得稳 假設未来12.1 能够叫其得稳的时候 我相信慢慢来计 可以从4.6楼上 所以变成交货不太建议 反而让他弹高一点 考虑把这些货出回来 胡小姐有没有其他东西 对 对 我觉得不要说加住 我总认为一心一心 下到什么价位才可以买些 如果以1313来计 下到什么价位买呢 刚才也说过 前景上看 我不是太差 甚至于业绩上说 都是比较好 但为了一个问题 近期升得比较急 我会建议 等到5.8楼下 看看有没有机会 去10天线附近 才考虑去买一买 到时来计算 以6.3楼上 做目标价 而下面的5.4楼 做指示位 好 谢谢胡小姐 你的电话查询 Rafia 我们来看看email方面的情况 家庭观众问 C字环球330 跟进估计 暂时来说 升近2% 13.14 不过 一路都好像近话 C字被10天线压住 不是太好的 这个势头 反而家庭观众 它的卖入价真的很高 我想很久之前拿了 他说65元 我想大家都不忘了 何时私事会见到60多元 那么高 暂时又怎么样 一路应该都 可能没有做什么风险管理 又没有指示 那怎么部署现在 这个势头 其实如果以你这么高位买 其实可以做的真的不多 一来就走 又不是这些价位走 而且与其 这么久都没有去你的时候 我觉得其实依然保持着 有先一开始 当然是希望我价格 在之前的低位 大概12元1号2 能够有高的支持 如果可以再继续 我觉得慢慢的价格 也会有分高一点 看看有没有能够 慢慢浸上15元楼上 如果你真的想的 我觉得建议就考虑 浸上高一点 再考虑减减帮你 Elizabeth 上你来场 而现在你的价位来算 我建议稍为先掌握 好的 好,多谢这位家庭观众的email 好,继续呼吁一下有其他的问题可以打电话来 或者是继续给电邮我们 我们会很乐意解答大家的问题 剩下的时间,Rafy,我们也谈谈一些强细的版块 又炒回来三月份的数据,豪赌股 看到银河娱乐和1928方面 金沙中国表现非常亮丽 金沙中国现在升超过6%至61.6% 之前来说豪赌股比较差一点,可能有落后的情况 现在重拾升势,银河方面27号 最新来说,都涨近半成至70.8% 其实不单止去,可能其他 例如880,澳博方面 之前来说,今日高位都见过23.1.5% 暂时来说,升幅收窄,升3% 我想继续炒博彩收入 看一众大行的预测 3月份的增长大约在13%左右 其实都OK,又不是太好的 如何预示?通常都是数据之前会走一走 今天这样的升势,是否都可以告诉大家 应该先行获利正点呢? 如果以回来说,当然今天就会出破处数据 的确你看到出之前 这段时间都已经炒出了这两个豪赌股 或者整个状态 如果以回大股股,刚才说到1.3%的估计增长 你说这个数好没有呢? 其实都算是这样的,如果最终出到1.3%的话 我觉得都不是太差 但唯一的问题在于 如果以回出数据之前,特别的这个半周 都升得这么急的时候 很同意,有货 当然,稍微再炸一炸 我觉得可以,等下午回来 看看数据出来是怎样,再做判断 但如果本身是没有货 因为今天来说升那么多 这一刻才追下去炒数据 似乎风险性比较高 所以不如等数据出来 看看是好是坏 或者是怎样,才做一个判断 如果是差的,不排除价有机会再买回 而调一旦说,价格出来的数字是好 在下午才去追 我觉得都起码实在一点 这一刻来说,如果价格一拨下去 似乎风险性上看,就比较高一点 好,谢谢Rafi在豪导股方面的日程 部署策略先 一起和大家跟进这个版本的最新造价 银行娱乐方面升近接近半成 澳博升接近3% 22.45 新浪博升接近4% 去到100元的水平 榮里澳门升1.95 报34.15 金沙中国升3.65 升幅超过6% 美高盟也是 升幅来说显著 升6.8% 升1.85 最新报29.2 Rafi 好,谢谢Rafi 节目时间差不多了 我们做新报 讲顾问有没有哪个持有? 没有 OK,谢谢你 先休息一会 稍后回来 继续都是直播环节 家庭观众千万不要走开 我们稍后再谈